端午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每逢这样的时候 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这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过日子 哪有勺子不碰锅芽的时候呢 一旦生活当中遇上了烦心事 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后有这样一部法律 将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保驾护航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 以点命名的法律 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2020年5月2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分为总责 物权 合同 人格权 婚姻家庭 继承 侵权责任等 欺编和负责 共1260条 自2021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有人将其称为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人民的权力大厦 因为它的内容涉及 每个公民从生老病死 到衣食住行 从婚姻家庭 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其中婚姻家庭边 更是关系着 社会最小细胞的和谐稳定 专家介绍说 在民法典中 规定家庭应当树立 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同时 在商事交易 与夫妻关系的平衡中 更加凸显了 维护家庭和睦的价值取向 类似规定 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 不仅体现着中国特色 对于世界民事领域的立法 也是值得珍视的 宝贵财富和经验 那么民法典究竟是如何 用千万个家庭的小幸福 融会成国家民族的大和谐呢 今天这个话题 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民法典立法专家 婚姻家庭边建议稿执笔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 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马亦南 马会长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王健 王健好 主持人好 马会长 这个里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叫它法典 因为它大 它是把所有的这个民事法律 民事基本法 把它编撰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1260条这样的很大的规模 把原来的像物权法 合同法 侵权责任法 婚姻法 收养法 继承法 等等 这些全都编撰在一起了 你可能一生 你可能不会跟刑法打交道 你可能也跟行政法你也觉得比较陌生 但是这个民法的各个部分 特别是像婚姻家庭边 继承边 那跟每个人都每个家庭都有关系 你只要是在家庭当中生活 你总是要结婚 你可能还会离婚 你可能会遇到收养 这个收养法也放到这个婚姻家庭边里 等于内容有所调整了 有所调整 有些新的内容增补 还有一些旧的不太符合国情 不太符合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一些内容删除 比如说像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 那就删除了 因为现在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 现在已经变化了 那这里面王剑 你看我们说有相应的 比如说加入了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的内容 按照我们的一般人的理解说 这应该是一个倡导性的内容 没必要把它写到一个法律的这个条文当中 我觉得是这样 就任何一部法律 事实上它的目标都是两个层面的 第一个层面就是承恶 一个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扬善 所以道德和法律 从来不是精卫分明的一条线划开 我们都说婚姻里头 尤其是年轻人都讲这话 婚姻不是讲理的地方 你完全用法律去约束婚姻是不对的 你完全用道德不讲法律 没有法律的保护也是不对的 我们倡导良好的家风 倡导弘扬家庭的美德 本身也是想在一部法律当中 能够承载更多的意义 让大家明白这个家庭 实际上无论从道德和法律的层面 你都要维护 其实这是我们中国编撰 很多法律的一个特点 不光在这个民法典里 有不少的倡导性规定 在其他的法律里 也有一些倡导性规定 原来婚姻法 那个基本原则部分 早就写进了什么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什么家庭成员要团结和睦 互相协助 这些内容早就存在 这是一个立法的惯例 它就是对老百姓的生活 起着一种引导的作用 一种道德弘扬的作用